我们稍微先复习一下第一天所教过的内容 主要是跟各位分享 当我们今天取得了资料 取得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们会建立 例如说资料表跟资料表之间的关联 只是这个关联是由谁来建立的 是Power BI 是Table这种软体 它会自动建立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好像你还是需要透过拖拉的方式 然后放在适当的位置 那Power BI这套软体的话 它就可以比较自动侦测 那也就是说这两套软体这边我觉得都很好 至少比Excel你不可能去让它完成所谓的自动关联这件事 再来我们就要做数据清理 其实有一些数据清理 我们是可以由电脑自动完成 像Table这边它就提供了像 例如说如果你定义好的属性 它就会自动帮你侦测里面有没有错误 好既然都是自动都不是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些资料来源之后 资料来源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有特别强调你的原始数据是经由下载下来的 它的编码模式是什么 上来就会跟各位介绍到 其实它会暂时存放在一个叫做Template的位置 这个Template的位置呢 你就要把它想象成 它其实是一个像伺服器的内容 而且它是暂存伺服器 所以它才会取前面叫做Template 然后主要是要放置我们做好的档案以及数据 所以你要知道它放在什么位置 再来就会需要了解一些视觉化分析 视觉化分析你一定要懂加总跟平均 像我们现在包含今天我们所要使用的数据 都是由别人已经统计好的数据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已经不是在算那个总值 而是譬如说每个月或者每个季的一个平均值 所以你要了解加总跟平均这边的使用 那剩下来在画图里面 我觉得在格式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 格式 只是不晓得我现在抠的这个 我现在所使用的版本 为什么复制格式我一直都做不成功 但是我后来用之前的版本之后 你们的最新版应该都是可以做成功的 再来还是要学会一点建立函数 建立函数 好 那我们今天要 对最后我有跟各位分享仪表版 仪表版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做跨资料表之间的对话 这个conversation table也可以做到绘画 对话 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展到 记不记得我们有曾经算过那个 定户数 普及率 好 可是这个定户是指有限电视数位机上核 对 然后后来我又提供了一种资料 好 看一下 另外一种资料是有限宽屏的用户数 好 我现在呢 我要再请你们去下载 再请你们去下载 那个另外一种资料叫做手机 就是行动通讯 是不是 然后记得密码跟昨天这边的密码都是一样的 跟昨天这里你们几样说的密码是一样的 可是呢 我会希望说你能不能先用我昨天已经算好的那个档案 继续讲 因为其实我最终是希望能够能够去把就是数位电视 行动通讯 还有数位电视 机上核 行动通讯 还有一个叫做有限宽屏 全部都画在一起 然后看他这么多年来他的一个变化 好 希望你可以了解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这就可以写一个就是说 台湾近几年来的一个通讯的一个演化 演化之生物 演变 好 那其实这就是很棒的一个大数据分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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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